喂 老万博 哎 总监生你好 哎 哪位 我们现在过去的 呃 你是派出所哪个吧 啊 我是派出所 老万到底怎么了 派出所都来电话了 行 等你吧 哎呀 天啊 半夜接招这种派出所的电话 幸亏我没做什么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现在的疫情防控太严了 听说我是从北京来的 人家跑过来来给我测体温了 所以说他们还是挺负责的 我下期期等着他们吧 老万会被带走吗 静康嘛 早就有开一下 里面手机都有那个静康嘛 没事吧 我从来没做过的 没关系的 就是一点一下子 现在是一个小时清洁够吗 没有 没有 没有那么大 我可以用心的 后来你你叫那个出来测体温啊 好那么快干嘛 我才在这里 不是找到太黑了 你没干着我是吗 体温测完了 一切正常 其实人家挺辛苦的 就是只有这种严防死守 才能把这个疫情给控制 他们确实不容易 感谢那些默默奋斗在疫情 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们 感谢观看